眼界时机成熟 除暴特勤队员 全副武装破门攻坚 另一头便因刑警并分多路 来到一处协会据点收网抓人 仔细看桌面上还摆着一件公益背心 原来嫌犯涉嫌成立假善心协会 并和黑帮勾结诈才 手抱爱心香穿着协会背心 出没在各大捷运站外 警方调查犯罪集团以帮助弱势民意 向民众随机募款 实际上却制作不实报表 把钱统统放入自己口袋 不过短短一年时间 不法获利就高达430万元 而整起案件之所以曝光 原来是因为 走在最前头的竹联邦和堂 齐天会无姓会长 先前曾涉及两起暴力讨斋案件 并将被害人实施拘禁殴打 遭到警方锁定 深入一查也发现 原来黑帮的金流来源 正式赡扬展望协会 这回黑帮成员不只嚣张暴力讨债 甚至还动起歪脑筋 想靠假募款练财 下场就是被警方一网打尽 彻底斩断不法经流 三级闻国民稍微信仪台北采访报导